身体有点担保 速度上可能能跟上 但是这个对抗上吃亏 好 比赛开始 这边广东队呢 是拿到了今天的第一波进攻球权 周鹏 找一剑连 中距离投篮的机会 好球 一剑连对胡金秋 所以呢 这个防守的时候 胡金秋还必须得 在外边注意着 好球 胡金秋 单打一剑连一个 不 莫里斯 回到胡金秋 中距离 好球 二位 外线的一剑连过渡一下 莫里斯 再给一剑连 球给慢了 看中距离 尼克尔森稳稳的命中 一剑连 中路的突破 漂亮 空中滑翔 第一手上篮 这边大中风 伯洛西斯带球过半场 看篮板 胡金秋把篮球拿下来 但是面对一剑连的防守啊 还是 没有办法直接篮下打进 对于防守三秒的这个概念 已经比较强了 嗯 到CP来讲 他也是不适应 对 一剑连 中距离 很稳 一剑连 外线的三分球 好球 三分命中 一脚 周鹏的强托 一剑连篮下 补进 三发两中 周鹏找一剑连 一剑连转身过掉胡金秋 哎 同样也是三分线外制造犯规 这个球就没有必要犯规了嘛 对啊 嗯 嗯 因为其实在这个 在NBA的比赛里啊 他不涉及到 也会涉及到 但是 一剑连 第二发有了 好 也是三发两中 两边七分的分叉 最后的三秒钟 刘征 刘征的三分球不中 那这样的全场比赛结束 最终广东队是114比107 在主场七分的优势 击败了浙江广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